生活中的佛法就在我们的行住坐卧中 有很多人会留意别人的一举手一头足 言行贪吐 身体语言 从而认识别人的内心 我们要将平日的一举一动为一坐好 给别人信心 行如风 坐如钟 坐 就是坐下来的时候就要端正 我们在坐就像一口钟 大殿的大钟一样 很稳 而且很正 所以我们在坐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到凳子前面以前 就要先把我们的右手 如果是穿海青的话 我们就是右手把海青 用左手小指勾起来 然后在右手就顺便把海青的后白也拉进去 把椅子先拿出来 那椅子如果是四个脚 我们就先轻轻地放一个脚 然后后面三个脚再跟着放 就不会有声音 尽量安详自在 不要太吵动 杂音那么多 不要吵动别人 四威仪是指行立坐卧间的言语动作 都能自然流露出涵养与风范 这个是丛林中 要求深重在行立坐卧中的风支 其实无论哪一个人 如果赞美站向 坐美坐向 衣冠不整 谈吐庸俗 都是缺乏生活的礼仪 十方新闻 郭一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美访